2024录剧出现不少热门爆款,像是上半年的庆余年,雨凤行,繁花和墨宇云间都是公认播放表现非常好的录剧。 最近热播的柳州记和流水条条虽然也小有话题,但都没能拼过这几步。 近期,中国专门统计播放数据的云和平台也发布近三年录剧集军播放量榜单TOP10。 墨宇云间6032万,庆余年9809万,冠军唯一破二亿大关。 祝,通常录剧只要集数越多,播放量就会拉越高,因此看每集平均的播放量,其实更能准确反映出聚集的播放效果。 近三年,录剧集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10。 白静庭,赵金脉开端集军播放量5791万一集。 如果有一天,您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上面说,有一辆公交车马上要在20分钟后爆炸。 开端是2022很火的热门录剧,这部是比较小众一点的悬疑题材。 剧情烧脑,不是大家最爱的古偶剧,甜宠剧。 尽管如此,开端还是爆了。 很多录剧因为集数长,动不动就40,50集,一集集看下去,总播放量自然容易高,但开端只有短短15集,平均播放量充上了5791万一集,比很多大制作国偶剧的播放效果还好。 开端的故事非常难写,结合时间无限循环和推理探案,如果逻辑不够缜密,很容易就变成漏洞百出的烂剧。 而开端最厉害的不只是剧情铺成缜密,它更呈现了人生百态,剧中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故事富含深意,同时又能保留悬疑感,剧本很强。 近三年,录剧集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9,吴景妍,王兴月墨与云间集军播放量6032万一集。 为何如此对话? 是你错的吗?你为何如此对话? 墨与云间,无疑播得很好,这是优酷今年热度值最快破万的录剧,同时也冲破优酷不少播放纪录,还带动优酷APP下载量。 墨与云间登陆Netflix,也拿下好几次台湾区Netflix排行榜第一呢,看吴景妍,斗垮心机女配,复仇扎夫,剧情超痛快。 墨与云间是一部大女主复仇爽剧,讲述县令之女薛芳妃被扎夫害惨,久死一生,后以江黎的身份回到京城,展开报复。 墨与云间,剧情狗血,快节奏,爽感满满,这一集就会让人沦陷。 近三年,陆剧集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8,胡歌,马伊丽繁花,集军播放量6117万一集。 今天的太阳,晒不到明天的衣裳的,时间,时间决定一切。 繁花也进榜了,这是近年少数冲出高收视,高口碑的录剧。 繁花由名导王家卫担任总导演,王家卫把繁花拍出了电影质感,在豆瓣冲出八七的高分,而最近繁花也获得中国白玉兰奖,飞天奖最佳电视剧等多项大奖。 繁花就连播放成绩也亮眼,集军播放量冲上6117万一集,是2024开年最火的陆剧,故事讲述上世纪90年代初,人人争上游,男主阿宝留下的一段传奇。 近三年,陆剧集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7,罗云熙,白鹿长岳静明集军播放量6134万一集。 长岳静明是近年优酷最成功的一部陆剧,在中国优酷站开播,仅29小时,热度就破1万,创下记录,集军播放量也突破6134万。 长岳静明热播期间几乎天天罢评,罗云熙,白鹿,陈都灵,轮番霸占热搜,是真的火。 长岳静明甜虐交织,爽感虐感,都有,而且剧情节奏快,剧情完全不拖沓,短短一集就已经呈现了男女主角的两重人生。 近年仙侠剧一部又一部出,但很多仙侠剧都被网友吐槽,剧情太套路化,没有新意,长岳静明倒是没有这些问题。 剧情设定新鲜,而且都是古装扮相非常好看的俊男美女,难怪人气火爆。 近三年,陆剧集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6,谭剑次,金世佳烈罪图剑集军播放量6557万一集。 你有能力看清人性的真相,但你不能每次都让自己心里去出不来。 《烈罪图剑》是近年意外爆火的黑马剧,悬疑题材。 这部剧开播时,谭剑次还不是流量演员呢。 但《烈罪图剑》凭借扎实的剧本,演员的演技火出圈,成为2022年度黑马。 它的画面质感和剧本都是上乘制作,剧情节奏很快,且内容都涉及社会热点。 案件侦破悬疑待赶,反转又反转,让人出乎意料,会让人想一集接着一集看。 《烈罪图剑》讲述,带着一身谜团,空降海城公安局的画像师审议,和脾气火爆的热血警察渡成,从互看不顺眼到互相理解,携手解开一件件扑朔迷离的案件。 因为第一季颇受好评,《烈罪图剑》日前也找回弹剑刺,金世佳等员班人马拍摄第二季,近三年,陆剧集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5。 赵丽颖,林更新,与凤行集军播放量6597万一集。 赵丽颖这几年,真的太风光了,推出的录剧几乎每一部都是收拾,口碑双丰收的爆款剧,古装偶像剧与凤行集军播放量冲破6000万大关,2019年的知否更狂,集军播放量突破3亿一集。 赵丽颖更手握风吹半下,幸福到万家这些好评证据。 与凤行是2024总播放量第二名的陆剧,实景拍摄的绿水青山,特效,都是高质感。 赵丽颖不仅担任了主演,她也是与凤行的剧集监制呢,不得不说,赵丽颖真的厉害,不仅当演员成功,跨界制作也寄出了好剧给观众。 近三年,陆剧集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4,杨子,张婉一长相思第一季,集军播放量6902万一集。 长相思第一季打进前五名,虽然今年推出的第二季梅有开出预想的好成绩,但去年暑期荡长相思非常风光啊。 长相思第一季开播时,因为杨子的号召力,开播后,在中国腾讯站内的热度火速登顶,没多久便冲破3万。 长相思不止腾讯站内热度第一,热播时还拿下了Vlinkage网剧播放指数,德塔文电视剧景气指数,灯塔播放市场占有率,云和有效播放量,共9个榜单第一。 而长相思也是2023网播量最高的古装剧,第一季获得清一色好评,实景打造的清水镇,三对CP的纠葛都成为话题,确实是成功的。 近三年,陆剧极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3,白静婷,田锡薇,清清日常极军播放量7082万一集。 青清日常是近年非常成功的古装甜宠剧,开播后热度一路走高,在许多播放量统计平台都达到了S加级的热度,极军播放量突破7082万,胜过童年度新汉灿烂,苍蓝绝这些古装偶像剧。 青清日常剧本没有硬伤,节奏快,剧情甜,是很适合下饭的轻松甜剧,而且除了撒糖外,还加了许多女性自立,女孩帮助女孩的故事,故事没有烂尾,结局很圆满,在豆瓣拿下了7。 二的高分,播放成绩与口碑都很亮眼。 近三年,陆剧集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2,张若云,李沁庆余年第二季,集军播放量9809万一集。 朕若死,你投靠东宫还来得及,做个三朝元老,也算是一段佳。 庆余年第一季,是网播量冲破百亿大关的现象及爆款剧,而第二季依然火。 庆余年第二季,是今年网播量最高的陆剧,打败繁花,雨凤行和墨雨云间。 庆余年第二季,在中国腾讯站内热度也冲破34000,创下腾讯站内热度榜历史最高纪录。 难得的是,庆余年第二季口碑没崩盘,庆余年第二季依然维持原来的路线,时而紧张刺激,时而幽默报效,人物深沉复杂,全谋一层又一层,反转不断。 庆余年,可以说是今年最风光的陆剧了。 近三年,陆剧集军播放量总排行榜,Top1,张义,张宋文狂飙集军播放量二亿一级。 冠军就是狂飙了,这部剧的网播量真的狂。 狂飙集军播放量突破二亿大关,被认为是近年唯一的现象集爆款录剧。 狂飙是一部行真反黑剧,以题材来说,不是热门的古装剧或甜宠剧,主演也都不是流量明星,但电视台收视与网播成绩都相当亮眼,被世卫开年第一大暴剧。 狂飙播出后,在中国爱奇艺战热度值火速破万,并超越苍蓝绝和坠续的热度,成为爱奇艺热度榜历史冠军。 出圈梗众多,热播期间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这部剧。 狂飙的爆红,也连带让演员张义,张宋文,高夜依稀爆红,天天挂在热搜榜上。